好,大家好,首先非常有幸运,非常感谢进一波国际集团,让自己有机会参与这伟大的项目。 那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中文名字叫钟俊玉。 大家可以叫我英文名字叫Herman。 那Herman本身在直销行业有过数十年的这个市场经验,也是美国国际商业教育集团的合格的培训师。 那近几年就是走入这个金融的行业,所以对理财的产品如基金、集货、股票、外汇、数字货币等等都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待会呢,Herman的分享内容,我们就分三个阶段了。 第一,我向大家分析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金融项目的发展与愿景。 然后呢,静波国际集团如何打造一个简易,让投资者无后顾自由的这个理财平台。 然后第三呢,透过外汇,学习环境,培养更多人才,然后打造出完美的团队。 那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你会看到传统生意的模式不断的改变。 理财项目也随着市场上的需求不断的冒起,都吸引许多的新概念,来让这些投资者来参与的。 那由于的项目众多,投资者都眼花缭乱,往往都不知道缺乏一些理财的那个知识,不明确的选择,导致他们的损失惨重。 那但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人因为吸取更多的宝贵的经验,这一趟学亏了,懂得怎样选择,更有价值的潜在理财产品。 那金融行业这个项目众多,最大的交易量依然还是外汇这个部分,即使这几年受到其他的金融项目的,如这个基金盘,数据货币等等的充斥,但外汇交易依然屹立不倒,反而很标签。 所以如今,那些之前投资与这个资金盘,各个都搜索,股市,数据货币的市场放软,估计呢,这个市场投资者会逐步的转入外汇交易这领域,所以市场的潜能是无限的。 那如今呢,外汇市场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等,都是外汇市场管制较权威的国家,来自澳大利亚金波国际集团是一家实力深厚的这个外汇公司, 就是看准这实现点,他们会强力推广亚洲市场,特别是方言这个中国市场的。 那金波国际市场成立在2009年,是澳大利亚合法的这个登记注册的,在同一年我们取得这个商业的号码,8813-4818-170, 这个商业号码相等于工商登记正号的,各位很简的可以在我们的澳大利亚工商会,或者是税务局可以查证我们金波国际市场,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在2012年取得ASIC金融牌照,金融牌照的号码为6位数334-191, 那我就直接为大家介绍什么是ASIC,ASIC相等于中国的证券会,也是目前全球等于金融板块,管制的最严格的三个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是叫ASIC,美国是NFA,然后英国是FCA,那么怎样指原格呢? 就是他们在监管之下,公司如果有违约或者是违法的情形之下,公司的牌照就直接被取消了。 然后呢,其中一个新闻,我们可以在2017年11月,中国的银监会正式跟ASIC签署合作的协议。 协议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连中国这么强大的国家,都要向ASIC学习,这个金融板块把控细节的那个能力。 那ASIC负责的业务非常非常的多,主要两道重点,第一,就是负责监督所有的金融机构和公司,第二,负责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那澳大利亚所有的银行体系,保险体系,以及任何做大大小小的生意,只要设计金融这个两个字,都归ASIC管。 所有的公司都必须定期提交财务报表,以及客户交易的名息,来给ASIC做定期的回查。 然后一家公司有没有在当地政府里面的认可? 当地监管,国家的监管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就是我们金融牌照政府授权给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主要有三大的重点。 第一,这张牌照可以做金融的衍生品。 外汇合约,金融衍生品,就是股票,存取款,期货,基金,保险,外汇通通都可以,只有一件事情不能,那就是不能授权失资的发行信用卡。 所以除了发行信用卡之外,这张牌照相等于等级银行的牌照了。 第二呢,这张牌照还有MDA代客理财的那个知识。 所以呢,公司可以合法性管理客户的资金。 像国内有很多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小型券商,他们都没有MDA的知识。 所以今天他们收了客户的钱之后,他们一定要往外这个抛,抛给有MDA的大型的券商。 当他们可以在这个国际市场做交易。 而我们这张牌照就已经是拥有这个MDA的知识。 所以非常多的外汇代理商想找我们合作,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开放这一块。 那么第三呢,我们除了一板散户之外,机构型客户也可以做。 那就是说集团和企业可以找我们进行理财,因为我们有一张非常有珍规的这个金融牌照。 那么关于牌照的细节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上网去看看ASIC,然后慢慢审阅。 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最关心的部分就是资金的安全。 主要有两点,第一,如果今天你在金融博这个国际集团里面开户, 我们把你所有的资金就放在新太平洋银行的信托的账户里面,交给银行掌管。 简单来说,公司的筹备金跟客户的资金是分开了, 不论公司的营运好坏,都不会受这个顾客的信托基金里面的影响,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一呢,澳大利亚的金融公司都必须买一个叫PI的保险。 什么叫PI保险呢? PI保险全名叫职业责任的强制选。 因为保险内容非常多,我就直接讲重点了。 PI保险做什么用的呢? 如果今天你公司发生任何非因素,非人因素导致营运出问题, PI公司可以针对投资人的本金来进行理赔。 这边我可以补充两点的。 第一,PI公司的这个PI保险只要针对本金的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把账户投了,这个资金本金是一万美金的, 那么在里面因为的盈利有八千块, 这时候不然间公司不然间倒闭, 然后保险公司就会赔我这个本金一万美金。 那么八千块的亏损或者是有盈利, 这会在我们的理赔范围里面。 然后第二呢,PI保险个人最高的理赔金额是两百万澳币, 相等于一千万人民币。 如果今天你投了三千万, 那最多也是赔一千万了,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子。 那么很多人会问我, 那么今天你们家公司开户了, 买保险了, 我们可以有这个保险的合约吗? 那这边要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今天呢, 大家有做这个工巴, 长途的工巴里面, 长途的工巴里面肯定有提供这个所谓的那个车险给每一位的那个乘客的, 那么呢, 所有的乘客有没有上了这个长巴之后, 有没有要求说我要合同啊, 有没有啊, 当然是没有人会拿给你的, 可是呢, 那个保险依然有的, 那这个保险的理赔就是这个BI的保险了。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点, BI保险在澳大利亚的地位是, 以及ASIC倒有什么厉害呢? 大家都知道, 今天在中国, 如果在银行做投资理财, 银行倒闭可以获得多少个这个赔赏吗? 那么, 在中国, 只可以赔你50万人民币最多, 不管你投了多少钱, 只是50万人民币可以赔回去罢了。 那么, 我们把这个时间里面往上一推哦, 大家都是知道, 早期全世界都, 这个银行都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么谁来买单呢? 很简单说, 是国家来买单的。 所以从这一点里面, 很多国家, 他们都注意到, 如果说每一家银行都这样子出事的话, 那国家拿什么来赔呢? 所以, 在中国这一块里面, 他们就是已经是set了这个所谓的那个条规, 就是顶多可以赔这一个50万的这个亏损, 然后呢, 这个澳大利亚这个部分里面, 他们就把整个的问题里面, 就价介给这个保险公司了。 所以, 那个保险公司, 如果今天里面呢, 透过他们审核的话, 你一定要申请买PI保险, 那PI保险里面, 当这个保险第一关保险公司为你审核的时候, 如果今天他审核到你这家公司里面, 肯定有在这几年里面出问题, 那你认为保险公司会借保你的这个公司吗? 当然是不会哦。 那如果今天他审查过后, 看你的实力、财力、背景都非常OK的, 保险公司也是要做生意啦, 他们肯定会吃你这个保费的。 从中站那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PI保险的澳大利亚的金融体系, 是非常有权威性的这个保险公司。 所以, 而且一年, 一千到每年都会有保险公司, 重新的审核整个公司的整体的那个状况, 这样各位有没有更了解, ASIC的这个整个那个机制。 那么呢, 第一端呢, 我跟大家快速的复习, 就是金博国际集团, 所有注册的资料, 牌照, 协议, 受监管的正式文件, 全部都非常非常的齐全。 然后呢, 资金安全的部分里面, 我们已经是把投资人的这个资金都隔出来, 由银行去掌管, 然后呢, 全部都是隔壁的这个去营运的, 然后呢, PI保险还把本金有保障, 以上这一段就是我所介绍的。 那么接下去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外汇这个部分。 所以外汇的市场现在啊, 交易量是全中国的这个股市的200倍以上。 什么叫外汇呢? 像我们大家坐在这里, 如果全世界有进行贸易, 这个国家有跟国家有交易, 有货币的交换, 这个外汇的市场有不断的形成。 在发展这个外汇市场跟股票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股票我可以说是大经营次小下面的资本市场。 那么一个财团如果有足够的实力背景跟关系, 只要你有机会去操控, 你可以控制整个股市的价格市场。 那外汇市场非常公平, 公正公开。 想问一下, 目前中国这么强大, 请问全世界公认的主流货币是人民币还是什么呢? 暂时还是美金对吗?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外汇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哦, 全世界的经济体系, 然后交易行为说了算。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中国在去年以前对外汇的管制非常的严格, 那为什么越来越那么多的外汇公司, 愿意进军中国市场?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接受这个外汇呢? 原因就是国家为了把这个人民币推向主流货币, 今年开始非常非常把外汇的这个条例放宽, 让我们有很多人可以有机会参与。 那包含上海都有开始外汇的青山人员, 所以各位, 现在学习外汇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是的, 所以回到主题, 我们外汇非常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国家对国家的货币进行的交易。 如果你是香港用人民币来换港币, 这就是参与一个这个外汇的交易了。 外汇市场有很多的特色, 我直接跟大家介绍就是非常重要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汇差,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细差。 很多人都知道汇差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有买进买出这个差价里面的差价里面就叫汇差。 那细差呢, 你有听说过Double跟Dama在外面里面买这个所谓外币的定存有吗? 所以外币的定存会产生一个叫利息的, 这个部分里面就是细差。 所以在外汇里面汇差跟细差都可以获利的, 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你看涨的话, 你看跌的话, 如果今天你判断对的方向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外汇的市场交易里面获利的。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子, 一般的大众理财产品跟外汇有什么差别? 我直接就是讲一些重点, 像基金, 股票, 房地产都是五位的单向性的这个交易。 我们都是低买高卖的, 对吗? 所以今天只要这个房产或者是股票跌了, 在座的各位我们都贵钱了, 对吗? 可是外汇不是, 如果它涨, 你可以买涨, 它跌, 你可以买跌。 从中站那边你会看到, 你依然有这个所谓的获利的, 但是再好的金融产品会不会有缺点呢? 当然会有。 外汇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需要一个专家, 这边我也不委员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知道目前全世界外汇市场, 我们所谓的手抄, 自己做外汇的人都知道里面有多少个人亏钱在里面, 当然是70%。 那为什么呢? 自己手抄外汇亏钱比例这么高, 我个人在外汇的市场的经历总结有两个原因。 第一, 因为多数的人金融知识不足的, 是的, 然后呢, 其说外汇不如更像在博弈,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欧元换美元, 下一秒会涨还是会跌呢? 那各位来下单一下子,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根本都不清楚了,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今天这个金融的时事, 新闻跟波动, 那纯粹拼一些基本的看法的线图里面去操作, 结果一千美金输到两千, 两千输到四千。 那请问各位, 这叫做外汇的, 还是叫这个博弈呢? 那第二呢, 我们都知道, 国内有很多外汇的, 来找一个, 所谓叫这个代理商的, 因为他们不懂啊, 但很多的代理商, 其实他们是对这一些投资者, 是对赌的, 什么意思呢? 今天你赚钱, 他们就亏钱, 然后你亏钱, 他们就赚钱, 那所以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外面一些外汇的朋友, 有一种故事叫做什么呢? 前面都赚钱啊, 有一天不然间输到连裤子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还是那句话, 金融知识不足啊, 很多人做外汇, 但很少人知道, 其实你所下单的记录, 全部都掌控在券商手里, 很多人在下单的时候啊, 都会向这些啊, 所谓的券商里面咨询啊, 经纪人咨询啊, 如果今天你胜率高的话, 他就会跟你对赌, 而如果你的这个单抛到国际市场去做交易的话, 如果你的胜率非常低, 他就会直接把你的单留在自己粉身的手头上, 你输了, 他全部都赚走了, 所以普遍来说, 外汇市场去欠的是什么? 就是专家, 那我们金箔国际集团啊, 如何解决这个专家的问题呢? 那么技能交易, 简单来说是我们外汇专家里面, 经验跟知识都放进我们所谓的这一个机器人了, 由于机器人代替我们执行交易, 然后前面提到, 一般人容易在外汇里面亏钱, 是因为专业知识不足, 所以呢, 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外汇专家贷操五年前不亏钱啊, 突然有一天功亏一贵, 为什么呢? 因为人会有贪梦啊, 会有恐惧, 外汇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心态, 然后专家再厉害啊, 他也是一个人啊, OK, 会不会遇到生理别死的影响啊, OK, 然后你会看到老婆跑路啦, 吵架啦, 会不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那个情绪, 所以我们需要是世界各多专家的技术团队, 当然是会的, 所以你会看到啊, 我们整个的这个集团里面, 他们是用了这个, 借用了全世界国家技术团队的那个专业, 来操作, 来用电脑来操作整个的那个机制, 然后今天呢, 因为机器人是没有感情的, 那我们澳大利亚的技术部门里面, 可以算有数百位的专业外汇技术, 24小时的轮班, 随时更新我们的技能的软件啊, 这个是了不得的, 所以今天, 如果你在负责伦敦的这部分, 伦敦发生任何金融的波动的话, 我们马上就更新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数据, 然后呢, 这个就是啊, 会减低很多风险上的管理, 还有呢, 最还有最重要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有那个截止点啊, 就是截止的亏损点, 就是我们的风险管理, 止损点千分之三, 意思是讲, 如果你投了一万美金, 只要你亏三十块, 今天的平常就会出场不做交易了, 所以我们的KPP技能的软件, 给市场带来什么呢? 所有不懂外汇的人都可以理财, 然后不懂外汇的人都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获利了, 这个是我们的墙上之一, 那公司造学的功能是在哪里获利呢? 所以每一次客户做交易, 进场或住场, 公司主要的获利是来自那个差点的那个收益, 那公司只要下单, 不论是盈利或亏损, 都可以在国际外汇市场赚取8到15美金, 为什么8到15美金呢? 因为每一个货币的收益都不一样了, 在庄里面没有去过这个麻将馆了, 今天你去过麻将馆的话, 不管输赢, 你都要给一个费用, 是叫什么台费嘛, 所以我们在外汇市场的点差收益, 就是好比台费这个平行啊, 不论客户盈利或亏损都可以赚取, 所以公司的核心是什么呢? 不求高获利的, 因为高获利风险高,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 所有的顾客都可以稳定的每一笔交易中获利, 一次赚来一点点, 一次赚来一点点, 通通捅起来, 客户全部赚钱的话, 我相信客户都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客户, 然后带更多的户户来我们的平台,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稳定、长远、安全, 这一个漂亮的战绩,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公司健卵健五年来的交易的成绩, 平均年获利是70%, 因为获利是5%, 想问一下各位, 5%的这一个年获利高不高, 这个如果要跟我们的这个金融产品比较的话, 如果是跟这个定存的话, 真的很吓死人的高, 因为定存呢, 平均的获利是2%罢了, 然后呢, 如果在外汇的市场, 叫非常非常的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听到很多的外汇差换手, 曾经在一天里面获利到50%, 70%等等, 但换个角度来看, 有没有可能一个小时把所有的本金亏损掉呢? 当然是会有的, 所以坦白来说, 金博国际并不有办法带给各位什么叫一息包袱, 但我们可以带给各位, 一个既杀成他, 然后既杀成多的利润, 这样子是叫做理财, 那么呢, 2019年和2020年, 金博国际集团立下目标, 要在中国金融的这个市场, 占有一息之位了, 让全国人民首位理财的平台, 首选的理财平台, 然后所以呢, 我们会在上海的金融博览会展示我们的理财产品, 同时让更多人知道金博国际集团这个名字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成立外汇学院, 金博国际集团将会聘请非常顶尖的外汇专家, 教大家外汇的知识, 如何手抄, 让未来金博国际集团的每位成员, 都能成为外汇的实战高手, 此外呢, 公司也非常重视那些跟公司一起打兵的领导, 未来的道路上是非常挑战的, 我相信, 可是呢, 公司也会为我们这些领导, 设立的这个商学院, 来培育更多的有素质的领导, 公司坚信在不久的将来, 肯定会打造出一群有宁建立, 和向心力的这个团队来造福更多的人群, 此外呢, 近期公司将会主办一场, 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高峰民会, 来表扬这些, 在这个金博国际集团里面接触的领导, 那当天呢, 肯定会公布很多很多好消息, 很多很多的优惠, 那以大家共享这一年来的殊荣和成长, 那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是我们大家最好的时间点, 那我相信, 再好的还没来的各位, 让我们一起歇手, 并经共创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